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12月 去年12月Fashion Design大学部毕业 然后他高中是一手 对吧 我没记错的话 对 一大国际高级中学 对 一大国际高级中学 好 那我们不啰嗦 我们先把 我们交给你了 OK 好 开始 OK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 那我这边大概讲一下 我们Fashion那个 大学部的一点小小的介绍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课通常都是会聚集在 就是F洞这个建筑里面 然后通常 这边我大概放一下 就是几个校园里面的环境 对 那像是学校里面 通常我们会进到的 怎么讲 我们会使用到的设施 就是除了刚刚的F洞之外 然后比较常用到就是Lab 还有图书馆 那Lab的话 因为我们那时候人比较多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需要先抢下这样子 那Lab的话有分成那个 裁缝的还有 真知的Lab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有需要的话 就是可以挑自己 方便的时间去申请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 我截了一下我那个时候的课表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年的 然后因为这个课表时间有点久了 所以就是 它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清楚这样子 那我们那个时候上课通常是 一堂课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戏上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通常是一天一到两堂课这样子 然后时间基本上会聚集在上午 我们通常不太会有就是到晚上的课 然后对通常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第一年的话 那我稍微把我们有上到的课程 先列了一下出来 那第一年基本上会聚焦在 就是艺术还有服装室 然后打板 然后材料还有服装画上面 那基本上 我把一些我们那时候上课的 图片先放出来 那这边就是 有左边这一张 它是那个艺术史的部分 然后中间和右边是 Textile Methodology 还有我们那时候打板的一些 照片这样子 那这边是我们上课的一个 类似照片的范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进行到第二年的话 基本上跟第一年没有差很多 就是也是focus在打板 然后第二年会有更多的 digital的部分 所以就是你们会需要修到说 Photoshop 然后Illustrator 还有InDesign的部分 然后第二年 你们也会需要选你们的主修 所以我们有男装 然后真姿和accessory的部分可以选 那我自己我是选accessory 那其他男装还有真姿的部分 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课 还有他们自己的lab去 做进行这样子 然后第二年的话 然后第二年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课叫做Cat 这个基本上都是线上或是数位打板 你们就把它想成是类似 Illustrator软体 可是它是就是for打板专用的 那如果是一般工厂的话 他们就是你可以提供你们这个Cat的文件档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用雷射切割机 就是帮你把就是你们的板切出来这样 然后第二年下学期的话 也是有更多像是比方说 一般的染布或者是数位印花 然后符号学 然后Fashion Video 然后沙画这样子 然后每年他们学校会办一个Talent Harbor 他也是一个拿学分的好方法 就是你们就上Talent Harbor 然后你们看几堂课 然后基本上你们会结束的时候 会拿到两个学分这样子 那我这边有结议 对不起我打下去 Talent Harbor也有学分哦 有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你上去之后 然后你Talent Harbor就好像三天吧 然后你就是看几堂课之后 你结训的时候 我忘记有没有需要寄信给学校 然后你就可以拿两个学分 OK 那就是Talent Harbor就是说就是有 比如说像企业品牌公司进到少园里面来 然后这样做一些的真材或是培训的这样的活动 对吗 类似对好不好意思打断继续 对啊没关系 好继续谢谢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第二年 我们刚好是卡到疫情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课就是被转到线上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上课的时候的一些日常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 它就是Fashion Design 2的部分 然后这是教授在讲解说 哦就是那个Fashion Design 这样子时装社每一季 它的服装是怎么去构成 然后像是那个Spring Summer 还有Fall Winter 他们的一些比较商业的方面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打板课的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远端教学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比较爬 因为就毕竟是实作嘛 所以基本上教授在线上就是教我们说 哦就是基本的打板的数学要怎么去算 然后基本那个在布上面要怎么去画这样子 那可是到后来之后 因为就是疫情有昨天开放 所以我们就是后半都我们也是有到学校去做一些实体操作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还好 然后这边是我们第二年第一学习Accessory的部分 然后那时候也是原端教学 然后教授也是就是透过线上这样子去划分解图 然后让我们比较好理解这样 然后这边是第二年的第二学习的Accessory 然后那时候我原本以为Accessory是就是偏就是视频类 结果是配件和鞋子 但鞋子的部分我更是觉得他们的教材 教得还蛮好的这样 然后我个人也学到很多 然后再来是第三年 第三年的话就进到了基本上打版还有论文的部分 因为第三年基本上第一学期你会focus在你的Final Workshop 就是你的Collection 然后第二学期你会focus在你的论文上面 那第一学期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打版的一些幕后照片 然后像我们第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在Collection就是Nava Fashion Week我们在试装的时候 然后试装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会先用胚布把你的这个Collection的衣服先做出来之后 你先让model试装然后之后你才去用正式的布去把你的衣服做出来 然后除了你的collection之外第三年你的打版的部分也是你要做一套大衣 然后我们上课通常都是这种模式 但是打版通常都是大家就是围在大桌子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听教授看怎么打版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Nava Fashion Week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外面处理我们的要展示的衣服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疫情 所以就是我们是最后是被决定说在学校里面走修 所以我们那时候试装然后interview都是在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camp那个building里面进行 所以就是整个场面也是非常的混乱 对然后这边是Nava Fashion Week的部分 左边是我们那一届的就是在学校里面走修的那一届 然后右边这个是今年的就是像刚刚Claudia有讲说就是今年就是被拉到那个游泳室那边去走修 那Nava Fashion Week的部分呢就是你的collection要设计20套衣服 然后实际做出来的你从这20套里面你挑4套 然后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会跟其他的同学在刚刚我说到那个building里面就是楼上会有4个评审 然后你就是带着你的衣服还有4个model上去然后让他们进行评论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会从整个系上的人里面选我印象中好像是10个还是14个学生出来 然后你们就是可以在Nava Fashion Week里面走这样子 然后Fashion Bridget Italia的部分它是整个意大利的就是Fashion的学生都可以参加的 那像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第一年去的拍的照片这样 那Fashion Bridget Italia的话就是你不管你Nava Fashion Show你有没有上都可以报名 可是他们的要求就是你要有5套衣服 然后Nava Fashion Show的话是只有10套 所以你们如果要参加的话你们就是还要再多做一套这样子 然后你们也是就是把你们的那叫什么你们的Sketch 然后你们的就是分解图 然后你们实际穿出来的照片寄到他们官方 然后他们就会选择说看你有没有上这样 对那这边的话是Workshop还有一些学校旁边的活动 那Workshop的话也是学校会办 我记得好像也是一年一次 就是他们会有其他校外的 不管是设计师啊或者是一些厂商来就是 等于说就是办一个活动这样子 然后你们去参加这个活动也可以拿到学分 然后这活动通常都是为期两天到三天 然后这两三天就是不会有课 然后学校旁边就是 因为我们学校旁边就是有一条运河 然后那条运河就是常常会有活动 像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学校旁边的那个 就是巧克力节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平常没事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 那这边是我们那时候collection结束之后 就是大家在教室里面请述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论文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纳爸他们的一个传统 就是你们只要是应届毕业生的话 你们的名字会被印在名条 然后挂在学校的墙上 然后你们报告结束之后 你们就可以去把你们的名条扯下来 然后右边的话是意大利他们毕业的时候 会带着一个月桂滑馆 因为像意大利他们不是穿毕业袍 他们是带这个滑馆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是我那时候 在报告我的毕业论文 那通常毕业论文你们在做也是 在第一年 没有第三年第一学期的时候 你们就要跟你们教授讨论你们的主题 然后之后 你们会被分配到一个指导教授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一年你们就是要跟你们的指导教授 在 对基本上是在表你的论文 然后 对通常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第二学期中的时候 你就要差不多要做 然后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右边是 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 然后你们毕业之后 对你们就是基本上把名条扯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旁边的那个板子合照 这样子 然后这边我整理了一些 如果是读fashion的 同学 他们有可能会需要的一些地点的资讯 有需要的可以解决 没关系 然后这边我整理一些像布店 或者是像是一些 配件像钮扣 或者是钻带之类的 人造珠宝之类的店 可以给大家参考 然后这边是 学校旁边的另外一条大的运河 他们每个月的 最后一个礼拜天会有试集 然后这个试集通常就是 什么东西都会买 所以如果你们有前面找不到的一些材料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你们可以去这个市集面找 那其他的话 我也有整理几个 像是二手店或者是银银店的部分 二手店的话 我是建议说 如果你是真的找不到适合的材料 然后你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买布的话 可以去二手店找一下 看有没有特价便宜的衣服 然后像这一间的话 是我平常去 他们有时候会打到 一件5欧甚至3欧的价格 所以如果是当去买材料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划算的 然后右边这家银银店的话 是我们遇过好几个教授 都跟我推荐这家银银店 所以就是有需要的话 也是可以参考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James 我打差一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论文的部分 所以你是说在大三的上学期的时候 你学校有一个指导教授 然后跟你讨论你的主题的设定 对 这样大三的上学期的话 它就是除了你要 就是进行你的collection之外 你同步还要进行 就是你的论文的部分 就是变成是说 你每个礼拜会有一堂课的时间 可以跟你的指导教授讨论 OK那这个论文的主题内容是 你提出来你想做的 还是指导教授会assign你 还是你们两个一起 通常是你会先定可能 两三个到五六个主题 然后你就是给你的指导教授看看 他觉得哪个比较适合这样 OK好那论文有指导的限制吗 要求 论文我印象中那时候好像 我们好像没有指导限制 可是我们好像有页数限制 OKOKOK 可是我有点忘记我们那时候是几页了 我记得好像蛮多叶韵 有跟我看过 好对 好那 好所以你就说在大三上的时候 就更忙了 因为你还要做像你刚刚讲的 20套的collection你要做出来 然后再给老师出四套加model 再给四位评审 哇那这样真的很很非常的紧凑 OK好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在Naba的三年的学习当中 你最大最大的收获 跟你觉得成就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还是偏实做的部分 因为像在Naba的话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lab 然后有很多的应该说资源的部分 所以就是你实际上在做的话 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困难 应该这样讲 那再加上Naba的教授 他们其实也非常的帮忙 对然后像 然后我刚刚没有提到 可是我不确定就是 新生可不可以拿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collection的时候 就是大山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去 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就是 Building里面他们的一楼 有一个放布的教室 就是你们可以去那边就是跟他们 就是登记拿免费的布 可是我不确定新生可不可以 OK好 这部分是我要帮学生问 应该是可以 好没问题 好有没有任何的同学 有问题可以想问 james 有想要去读fashion的吗 有没有想要念fashion的 我记得好像有一两位先生 好 有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开放一个问题好了 可以打开麦克风 好一样哦 倒数三秒哦 没有的话机会就错过了 好来 三二一 好没问题 没关系不过到时候就是 或者是学生 大家了 大家如果有想到任何问题 随时跟我联系 或者是你还要试一下 想问任何问题 你给我 然后我会再帮你们问 james学长 OK好吗 好 谢谢james 谢谢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